Hello,大家好,我是宅不了一点的宅宅 现在是2月5号的晚上10点 我现在特别开心 因为我已经开始放假了 我已经开始放假了 我从明天开始就请假了 请了三天 沿着假 现在开始12天的小长假 我打算这个假期多拍一些视频 所以从放假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拍视频吧 今天的话 我就想把我最近收到的一个礼盒 还有我刚刚买的一堆吃的拆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放假的喜悦 OK,可以先看 先拆一个这个 这个是MBO的一个礼盒 首先是一个荣誉证书 就是亲爱的宅宅 感谢你对MBO的支持 是我们诚挚邀请您成为MBO品牌之友 吧吧吧吧吧吧 OK,这还是第一个签的一个年度的什么 里面还有一个饭盒 还有一个包 龙年拉包包 还有一个小围巾 还有很多红包 OK,这个挺可爱的 带着吧 我刚刚下班就去我们公司楼下超市买了一堆吃的 拆一下我买的吃的 吃的我们就去厨房拆 拆完就直接放在厨房 我好喜欢录出这种拆箱视频 OK,我就买了一些在北京的家里吃的年糊 OK,首先是三瓶酒 就是我最近爱上喝白葡萄酒 就买了两瓶长香丝 还有一个柚子酒 第二个是我买了一大箱popcorners 作为我的健康小零食 把它拆开 我现在好喜欢买这种一大包的 感觉买一大包贼至于 有八包popcorners 放进我的零食 最后一包 首先买了一盒草莓 买了一个捞面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看到 我就很想吃这个捞面 买了一盒嫩鸡块 因为我唯一会做的就是用空气茶锅炸 一会儿炸一点 买了一个柠檬茶 买了一个面包 OK 放假第一天拆快递环节已经结束 把它放进我的冰箱里 好的 我刚把我的吃的已经放进了我的冰箱里 OK 今天第一条水的视频就已经拍完了 就是放假第一天的一条开心拆箱视频 祝大家信念愉快 我应该春节期间应该不起车 就回家陪陪家人 应该陪我爸妈去趟五台山 我应该会去重理滑雪 这就是我春节的计划 春节期间打算多看看书 然后思考一下 看问题 平时感觉太忙了 平时下班的时候已经猪脑过崽了 放假的时候就很适合用于思考 希望这12天远离手机 远离社交媒体 可以多拍素材 但是少看 多思考一些 那就这样 大家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这周五 这周五应该就是除夕 好的 祝大家新年快乐 你看我新界的睫毛 过年三年套 咱们指甲 没做 因为实在是约不上了 但是做了一个眼睛毛 我觉得我这个眼睛毛做的还挺好看 我觉得我这次是用相机拍的 我觉得相机拍的我好看很多 我还剪头发 我把我头发剪的 就剪短了 OK 这就是放假第一天 拜拜 拜拜